番茄讲故事,只讲好故事 我叫王磊,今年31岁,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老公李明和我同岁,在一家创业公司做产品经理 我们俩通过大学的社团活动相识 毕业后决定一起开创我们的生活 李明的父母经营一家小餐馆 虽然忙碌,但收入稳定 而我的父母则经营服装店 我自小就对时尚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们彼此的家庭背景相似 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和尊重彼此的生活 在恋爱期间,我们经历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一起旅行,看电影,享受美食 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想让彼此变得更加优秀 两年后水到渠成 我们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我们的婚礼提上日程时 公婆非常高兴他们提前开始筹备聘礼 最终决定把餐馆盘出去 因为是旺铺他们卖了一百万 再加上他们的积蓄 最终凑齐了一百五十万 给我们付了婚房首付 几年后,我生下了宝宝 休完产假,我就想重返工作岗位 我爸妈还在忙碌 我和老公商量,请婆婆帮忙照顾孩子 然而,婆婆却委婉拒绝了 说她住不惯城里 神经衰弱带不了小孩子 当时我就挺失望的 也挺不满小区里都是奶奶带孙子 我们只好请了保姆 一个偶然的机会 远房亲起来城里看病 我才知道 原来婆婆一直忙着照顾在乡下生病的 她自己的婆婆 现在劳租去世了 公公婆婆仍然选择在乡下养老 我们带着孩子在城市生活 有几次他们打电话或发信息 邀请我们回乡下过节 但不是赶上孩子生病 就是我俩都在加班 反正各种不凑巧 我们没怎么回去 在后来他们也逐渐不提 让我们回去聚的事情了 儿子六岁生日前 公公突然说要来给孙子过生日 我那天正忙着就说 你们路途遥远就别来了 我不想让他们来 是因为他们来了 怎么都得在我们家住好几天 到时候他们习惯早睡早起 看到看不惯又要叨叨叨 结果公婆还是来了 我回家看见他们给孩子买的蛋糕和礼物 土里土气的 我有点不高兴 他们打扰了我们的生活 公婆想和孩子玩 但我拉着儿子完成幼儿园布置的手工作业 公婆叹叹气 当晚就收拾行李没说什么离开了 我还挺高兴的 第二天公公转给我四万块钱 备注说是给孙子的生活费 一方面正忙着画设计图纸 一方面我也没动脑子 乐着接受 就简单回了句好的 点了收账 过了些日子 儿子幼儿园毕业有个游学 需要一万块钱 可我们家大钱在定期 零钱还了房贷车贷 我就想找公公要五千元 却发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我问老公怎么回事 老公发现 他也被他爸妈给拉黑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于是我们双休日 赶紧回了趟老家 公公没给我们好脸色 居然说以后都不会再给我们钱了 因为倒贴着给我们转钱 竟然连句谢谢都得不到 狼心狗肺不孝子 老公开始埋怨我 我反驳他 你也不孝顺啊 你也很少回来看望爸妈 你还说我 你不是也只知道要钱 老公说 恨不得天天九百九十六 还面临末尉淘汰谁不 是得养家糊口 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 吵得不可开交 公公一拍桌子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要炒滚回去炒 都给我 出去 以后我们的钱 要留着自己养老 生儿子 干嘛什么都指望不上 观众朋友们 你们说 这小两口 怎么能挽回和公婆的关系呢 接下来 我将为您讲序第二个故事 男友出五十万才理取我 不要嫁妆 婚后三年居然提出这个要求 我赶紧逃 我是小夕 今年二十六岁 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女孩 我和小蕾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她家在这城市算是有点名气 开了几家不错的餐馆 小蕾对我可真是不错 从来不让我为钱操心 我们的恋爱 像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甜得掉牙 半年后 我们俩谈婚论嫁了 小蕾家出的彩礼是五十万 这数字在我们这儿可不是小数目 更让我感动的是 他们一份嫁妆都不要 我爸妈听了 坚持说人家出了那么多彩礼 我们也得出嫁妆 于是硬是花了三十万买了车 又把我们的新房装修得漂漂亮亮的 婚后的日子 我和小蕾过得还算甜蜜 婆婆对我也特别好 她总是说 小蕾 我没有生过女儿 特别想要一个女儿 你就是我的亲闺女 我跟她相处也很好 从来没有那些婆媳之间的勾心斗角 但是 幸福的生活总有瑕疵 两年过去了 我们一直盼着有个孩子 可就是没动静 小蕾也开始着急了 婆家人也是 尤其是婆婆 她总是念叨 家里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 最后 我们决定去医院检查 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结果出来后 小蕾沉默了好久 她不遇 我看着她失落的眼神 我说心想 这有啥大不了的 我们领养一个不就得了 那天晚上 我把领养的事情跟小蕾提了题 她没说话 只是抱着我 好像有很多话想说 但又说不出口 我以为她需要时间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也没再多说什么 可是 我万万没想到 小蕾和家人对这事的看法 竟然和我天差地别 他们坚持认为 孩子一定要是我亲生的才行 在一次晚饭时 小蕾说出了更让人震惊的话 我有一个表弟 要不你跟他试试吧 他的话没说完 我就感觉到 一股寒流从脚底直冲脑门 我打断他 你在说什么呀 小蕾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蕾的爸爸也站起来 一脸严肃 小蕾 这是为了全家 为了咱们家的血脉 我愤怒地看着他们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逃 我没等他们说完 就冲出了房间 拿起包就往外跑 小蕾追出来 一边追一边喊 小蕾 听我解释 我没理他 直接跑到了街上 拦了辆出租车 就往娘家去 那一刻 我只想找个安全的地方 远离眼前这一切 到了娘家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妈 我妈听了之后 气得浑身发抖 爸爸的脸色也铁青 这是什么人出的主意 简直离谱 我在娘家住了几天 小蕾和婆婆 他们打了不少电话过来 但我一个都没接 我需要时间来清理自己的思绪 弄清楚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 这几天 我一直在反思 我和小蕾的婚姻 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他们家的人 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我对小蕾的爱 对这个家的付出 难道就这么不值一提 我知道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但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噩梦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但我也知道 我不能让自己沉沦下去 我决定离婚 勇敢面对眼前的一切